大家好,我是Stan 去年因为引起霸凌争议而退团的幼佳艾德苏金 今天与Cube娱乐解除合约了 3月5号,Cube娱乐对外证明表示 公司与旗下艺人测苏金解除合约了 对于去年2月引起的争议 公司与苏金为了透过警方调查确认真相 付出了长时间的努力 但是最终收到了不移送的调查结果 本公司尊重警方的调查结果 因这次的事件造成很多人担心的部分 非常抱歉 整理一下就是 在争议发生之后 公司与苏金都强力否认了网友爆料的霸凌 并且向警方以民运毁损提告了该网友 但是这个提告被警方无心意处分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小时候的事情 如果真心道歉后反省的话 就算被骂应该也能继续活动的 到现在都没有道歉 所以人应该也会后悔吧 国盖 霸凌的人就要这样 才能防止现在的学生们去霸凌 其他霸凌正义爱豆们都在活动 只有他变成这样 有点可怜 一开始就道歉该有多好呢 本来就该这样 看到其他霸凌爱豆跟演员活动的话 真的很上火 民运毁损不移送 不是证明了霸凌就是事实 反正现在都已经解除合约了 所以希望不要再胡乱猜测了 本来要那么红的组合 真的很可惜 对于苏金的解除合约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破产吧Source Music 因为网友在论坛上传了 破产吧Source Music的天文 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所以我们在早上看到合约结束的新闻后 都一起从房间流着泪出来了 去年应该是 大家都应该是最痛苦的一年 我真的活到现在 没想到会哭那么多 去年应该哭了我这一生会流的泪 然后这是醒必之前说我的话 我觉得有一天 有条青骨一定会再聚在一起 出传记什么的 所以我们的队长 只要有索文姐姐一个人就足够 我们之间就不要选队长 就将队长的位置空出来了 因此我觉得 现在我们现一组合活动 大家各自一个人活动后 再聚在一起 也是一幅很帅的图 然后皮皮姐在直播的时候 粉丝们有留言问过 队长是谁的时候 心必回答 公司也有问过我们 队长又谁来担任 我们说了我们不会另外有队长 尔娜接着回答 在我心目中只有一个队长 就是索文姐姐 最后索文之前也在粉丝论团说过 解散这句话 真的是很傻眼 真的很上火 真的是有那么那么多的事情 虽然会花点时间 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们的 在那个影片中 醒必说 没想到马国会是最后一个 打国活动的时候 真的让我受到打击了 Soci Music最烂的是 竟然瞅新闻说 尤雅亲国成员们 对演艺圈没有兴趣了 所以才没有续约 尤雅亲国所谓现在的经纪人 是之前尤雅亲国的经纪人 连经纪人都一起 跟着艺人离开的话 就能明白一切了 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原本以为已经习惯了 但是听到喜闻说那些话后 又情不自禁地倒下了 真的希望以后能 再次看到尤雅亲国完全体 尤雅亲国人都一起 所以能找到尤雅亲国旅人 也没见到尤雅亲国的童谷 尤雅亲国人都一起